我叫陳淑安 曾經做過很多年的攝影記者 現在主要是做一些編輯工作 攝影記者通常要拍攝一些新聞圖片 報紙裏面的相片都要拍攝 我的作品其實就是《花尖油蜜》 《花尖油蜜》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從小到大都有一個看報紙的習慣 看完報紙之後 就覺得整首都人物 就用這個很日常的經驗來做這個題目 其實我是選了2017年 香港選一個新特首的報道 那時候就覺得看報紙 看了很多是候選人 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政綱 其實寫得很漂亮的 怎樣去改善民生 怎樣去給資源投放 那時候的心態開始覺得 香港開始有希望 所以用花來表達 過度我其實覺得 好像一個階段去到另一個階段 有一個時間性 其實選一個新的特首 真的很影響 因為當權者 很有權力去控制所有的政策 怎樣用政策來影響民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還有可能過度時期 我們會遇到一些轉變 所以可能會遇到很多的矛盾 或者需要一些的適應期 怎樣去過度 然後怎樣去令到別人接納 怎樣去跟別人溝通 在這個香港的社會上其實很重要 所以會不會有很多的 所以會不會有很多的 我們會不會有很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